第八百一十三集 毛色顿开 一些有大悟性的圣子 已经开始瞑目 身上闪烁出悟道的光芒 领悟了一个又一个的境界 就在这时 第三轮鄙视的光滑 又闪烁了起来 方寒一阵一 踏步而行 就到达了天地斗场之中 这次的敌人 是一个身穿白色衣服 一口白色长剑在手的 杀戮之子 这个杀戮之子 明显是杀戮天军 麾下的高手 深不可测 一双眼睛 非常的平静 不是孟少白 方寒盯了这个杀戮之子一眼 摇摇头 你就是风源 这个杀戮之子 剑出鞘 指着方寒 他的剑刚刚出鞘 一只大手就拍了下来 把他拍成了一团肉酱 话音还在空中震荡 拿剑指我 你有这个资格 方寒看着肉酱一般的杀戮之子 开始炼化 绝不啰嗦 这个杀戮之子正准备要施展出大树 一举斩杀方寒 扬名立万 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方寒一下斩杀 化为肉酱 可谓是凄惨 可谓是凄惨无比 方寒素战 素绝 狠辣果绝 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幕 心中都更加寒冷 知道这风源 羽化门未来的长教 是真正的心狠手辣 羽化门的未来 交到他的手上 不知道是崛起 还是灭亡 不在疯狂中爆发 就在疯狂中灭亡 羽化门是在赌博 那羽化门也在赌博 此次的强打 不容置疑呀 这一次 在天庭远古的皇者之中 纷纷都承认了方寒的实力 到现在为止 方寒还没有施展出来八部浮屠 就纯粹是肉身的力量 而他的对手 都是圣人级别的强者 天庭神域 杀戮之子 毫无疑问 孟少白已经飞升了 成为杀戮之子的一员 不过 我却并没有看到他 这是怎么回事 方寒一掌拍死这个杀戮之子 练着神符禄 并没有太多的惊喜 而是在心中 不停地推算着老朋友 孟少白的下落 孟少白在世俗中 都是有天赋的强者 进入了天界 这种资源丰富的地狱 更得到天君培养 肯定会突飞猛进 超越大多数的天才 而且 孟少白此人 阴险毒辣 心性决断 杀戮为一 没有几个人能够比上 成就肯定非同一般 杀了此人 也算是了却一个心思 推算了半天 并没有推算出什么端倪来 方寒把这次战胜的奖励 抓在手上 再次回到了羽化门的王座之间 看着另外的弟子争斗 这是第三轮的战斗 已经是高手迭出 羽化门的弟子 有一些遇到了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有的遇到了欧阳 独孤 皇甫 牧野 这些强横世家的高手 方寒冷冷地看着 不一会儿 战斗再次分出了胜负 依旧是羽化门的弟子胜利 不过 大多是惨生 有的弟子 虽然斩杀了敌人 可是 自己三魂七魄 都被打得只剩下一丝 成为了白痴 好在方寒能力强横 小宿命树 天下无双 竟然可以重新凝聚神魂 再次运用补天金木 让一个濒临垂死的圣子 恢复所有生命力 看得许多皇者 都是嘖嘖赞叹 心中越发的疑惑 这次你们惨胜 得到了许多锻炼 不过 下面的战斗 越来越厉害 一切都以保存元气为主 我会在出战之前 替你们占卜 看看你们的胜算 有几成 若是没有胜算 就直接弃权 知道吗 方寒突然喝道 是 众人奇奇回答 虚目云脸色也不好看 他刚才遇到了一个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虽然是半生的修为 但却爆发里惊人 就算他施展出了圣人福禄 也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了 要不是方寒 及时地救他 他很可能已经伤势发作 直接陨落 不过 现在恢复了管 在生死之中 他也领悟到了普通高手 无法领悟到的玄机 弊意很大 在以后的修行中 只要不死 晋升到皇者 都不是问题 不过方寒觉得 这样下去太危险 现在羽化门人才挑领 死一个都是莫大的损失 好在他的推算之数强大 决定每一个弟子在出战之前 都推算下旦夕祸福 如果有胜利的把握 就前去 方寒现在的推算 不是简简单单的占卜 而是把弟子和对手的实力 在周天怡中 现演绎出来 种种变化 了然于胸 终生一响 全场寂静 第三轮的战斗已经结束 此时 天地斗场之中 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血色雾气 无数天才弟子命丧其中 从而铸就了另外一些天才的辉煌 这就好像羊骨一般 无数剧毒之物 在其中厮杀吞噬 从而造就出来无敌的蛊虫 天庭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只要其中出一个有天君之姿的存在 就算是另外天才全部陨落 也算不了什么 天界太大了 今年所有的天才死光 明年又会诞生出更多的天才来 全场寂静 一些战胜的弟子耀武扬威 有的加紧恢复伤势 清点战利品和赏赐 而门派陨落了天才的人物 则是嚎啕大哭 神色沮丧 在天地斗场中的战斗 非常残酷 死亡的一方 所有法宝都会归对方所有 而同归于尽的双方 则是法宝一物 由天庭暂时收压 过后 门派再去领取 方寒两次战斗 杀了两大强衡人物 得到了不少赏赐 练化两尊圣人级别的高手 不过 这些对于自己都用不上 而是吸收了两大高手的记忆之后 仍旧把一些法宝 俘虏赏赐给天才弟子 这就使得手下的弟子 越来越强横 咚咚咚 战鼓声又响出起来 第四轮开始了 与化门一些战胜的圣子高手 王座上 对战敌人的信息 再次响了起来 这些弟子 就要出去 方寒连忙制止他们 慢着 说话之间 方寒双手一捏 顿时 无数信息纷纷汇聚 这些弟子 敌人的各种气息 全部都在推演 和弟子战斗的场面 在他的周天仪中显现出来 八步浮屠的天命球 也有推算的功能 现在晋升到达王品 竟然也被方寒推动 他自身的晶体神果 更是把推算 到达了极致 许乐 陈欣 女花龙 胡孝兴 你们私人的敌人 非常强大 你们只有三成机会去 但是 我已经掌握到了他们的弱点 把即将要对战的种种情况 打入你们的脑海 你们就可以把机会 提升到六成 拼命搏杀 对于你们 大有弊意 方寒一道印记打了出去 立刻私人的脑海之中 就显现出了即将对战的一幕 自己身临其境 好像已经和对手 厮杀在一起了 方寒居然把未来都推算了出来 让他们提前知道 这 这风元师兄 实在是惊天地 气贵神 往我以前还想和他战斗 现在和他的距离 简直是 不能够超越 沉心的脑海之中 闪烁出了自己 未来对战的种种情况 心中对于方寒的佩服 是五体投地 此时此刻 他是彻彻底底的 口服心服 在未来的推算之中 他会被对手重伤斩杀 但是 现在知道了 未来的种种变化 以他的智慧 立刻就做出了 种种调整 运转法力 心灵得到了一种智升法 等于是重生再来 肃 他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与化门的每一个弟子 都得到了方寒推算的未来 相当于人生 再次来过的一次 刹那之间 在这种极限的推算中 方寒有一些明白了 大轮回数的奥妙 一只沉淀在三十三天 至宝中的轮回之盘 再次绽放出了光彩 强烈的轮回之力 一遍又一遍的 冲刷着身体中的 晴体神国 使他的推算能力 增强了数倍 未来的道路 清晰无比 那轮回之盘 自从他进身为金仙之后 就好像失去了作用 威力变得小了 所以 方寒一直没有用 但是现在 居然再次爆发出光芒来 使得方寒知道了 轮回之盘的 潜力无限 毕竟是轮回道人 铸造的无上法宝 轮回道人 是鸿蒙道人的师弟 虽然没有修炼到达 绝世先王的境界 但却是天军之中的巅峰 甚至超越了灾难 永恒 这些强者 他锻造的轮回之盘 绝对不会只有一点点的玄妙 现在 方寒推算未来 突然领悟到了重生之真谛 推算未来 就等于是人生有了无数次 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才是真正轮回之真谛 本来 这次与化门弟子 有许多都要被斩杀 但是 方寒把未来被斩杀的经历再现了 使得他们再次浴火重生 必定会比上一世 过得更好 他隐隐约约 抓到了轮回之奥妙 刹那之间 推算能力大增 方寒感觉到 自己举手投足之间 似乎要破空 进入一个意图空间中去 力量 大得惊人 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突破到他 至先皇者的境界 那轮回之盘 在他大轮回树彻底领悟 暴涨之间 突然 自动分解 化为了无数的符文 横河沙树一般 进入了自身的晶体神国之中 他自身有多少晶体神国 那轮回之盘所化的符文 就有多少个 每一枚符文 和晶体神国 紧密结合 他的自身推算能力 就大了一份 轮回之盗 就是推演之盗 轮回之奥秘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生 人生没有后悔 但是把轮回 参悟到达极致 就有后悔之权力 年轻人 你终于到了这一地步 我选择的黄泉大帝 失败了 但是 黄泉大帝选择的你 却成功了 轮回之盘 是我的毕生精华所造 没有强横的力量 但却有后悔的权力 突然之间 方寒的内心深处 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轮回盗人 方寒已经 但是随后就平复了 不错 是我 我已经陨落了 再把毕生法力 传授给黄泉大帝的刹那 就已经陨落 当年我身受重伤 被神族的十足圣王斩中 游进灯窟 拖了很久 才寻到了黄泉大帝 于是把法力转嫁 可惜 他也陨落 现在你继承了我的衣钵 这轮回之盘 融入了你的身体 具体的奥秘 你自己去体会吧 希望你能够尽声到达天均 声音渐渐消失 方寒想不到 自己在这个时候 领悟通了轮回之盘的最终奥妙 这轮回之盘 一下炼化 融入自己的身体 力量虽然没有增强多少 但是推算能力大大增加 而且 此身晶体神国中 有了一股生死轮回 重生再来的无上玄妙 未来的条条道路 种种变化 更加清晰 未来的路 横河杀树一般的多 一个人在下一刻 有可能发生多种变化 看得到未来的路越多 一个人的修为就越高 境界也就越深 一般的皇者 算自己未来的种种变化 也不过是数千条 数千种未来 在三千上下沉浮 只有天均 修为到达了天均境界 才能够清晰地看清楚 自己数万 十万 百万种的 种种未来变化 而到达先王的境界 则可以把未来 横河杀树一般的道路 条条分明 洞察清晰 还可以开辟自己的道路 而方寒现在 随意一动 就感觉到 自己未来的道路 居然也有上万条 比天地同寿的皇者 都看得更远 已经无限地接近了天均 这就是轮回之盘 带来的能力 一个修士 能够推算到未来的变化 在古老的道书之中记载 叫做道行 而法力 神通 法宝 则叫做道书 参悟境界 提升修为 冥冥之中参悟 主要是靠道行 比如 从圣仙修炼到达至仙皇者 等法力积蓄圆满之后 要想突破 就要道行的提升 道行对于一个人 就等于是智慧一般的重要 不光光是推算未来 而且 得到了一门残缺的神通 道行高深之辈 甚至可以把残缺的秘点 直接推算完整 现在 一瞬间的境界提升 方寒的道行 几乎是接近了天均 这非常之恐怖 他感觉到 自己只要得到了足够的力量补充 有强大的圣洁灵脉 最好是天脉的支持 就可以立刻突破到达皇者至仙的境界 他现在的力量 积蓄非常深厚 突破起来 也无比的困难 需要不知道多少元气 起码身上的元气 绝对不够 只要能够让他进入天脉之中修炼 就算是在短时间之内 修炼到达天地同寿的境界 也不稀奇 大师兄 我们去啦 宇化门的弟子 得到了方寒的推算 个个胸有成竹 纷纷击舍了过去 进入天地斗场之中 方寒这次出乎意料的并没有轮到 似乎是天天故意安排的 让他轮空一场 不过 这也很好 让他体悟一下 刚才融化轮回之盘的境界 使得道行更加圆满 与此同时 他暗暗用小宿命术 唤醒了天蝉佛皇 两人瞬息之间交流着 天蝉佛皇 你用佛力 探查一下我现在的身体 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刚才我激发了轮回之盘的力量 得到了轮回道人的传承 什么 轮回道人 此人乃是太古年间的无上高手 渡过了十多个混沌纪元 超越一般的天军 连夺宝天军都不是对手 只有先王 能够稳稳当当的克制他 让我来看一看 天蝉佛皇的佛力 在方寒身体中流传着 强 太强了 那轮回之盘不是尸体 而是轮回道人的道行所化 使你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推算能力 领悟能力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千玄幻小说 永生第八百一十三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博奖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